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瑞奈的频道 这个星期呢带大家了解一下 It Cosmetics的这款新粉底 其实我这个星期是收到了两款粉底 还有一款呢是这款 Tru Faced 24 Hours 其实这款粉底的上市时间要更早一点 我理应先测评这支粉底 但是把色号选的太黑了 就我之前买粉底的时候 我就是非常坚定的按照黄衣白 去选就基本不会出错 可是我这段时间就一方面是 脸被晒伤了 然后就现在可能这么看 可能看不出来 你可以看我身上这里 就我穿那个露半个肩膀的衣服 然后这里就被晒黑了 所以就肤色有点暗嘛 然后另一方面是 我涂我之前的粉底 然后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白的有点突兀 所以这次我就想说 我要在二调的这个色号里面去选一选 可能会跟我的肤色更匹配一点 然后It's Cosmetics的这款粉底就还好 跟我的肤色还挺匹配的 因为它的就是一白类的几个色号 是真的非常的白 但是吧 这个True Face的这个就有点选翻车了 我刚开始买的是这个Proseline这个颜色 它其实是中性的二白 就完全黑到不行 这个颜色是我涂的这个Proseline这个色号 超级黑 然后我就又迅速下了一单Swom这个颜色 中调的一白 就这个 就还可以是不是 这个就感觉可能上脸会更好一点 它这瓶子真的好好看 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买了 没买的小伙伴等我测瓶 下周就测 OK 那我们下面呢就回归到我们的主角 It Cosmetics Your Skin by Better Foundation and Skin Care 名字有点长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 好像只有一个代购在买 它翻译成了什么 光泽养肤粉底液 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 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翻译 难道翻译成 你的皮肤但是更好粉底液加养肤 你的皮肤但是更好养肤粉底液 就很粉底的外包装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纸盒子 但是我不知道把它给放哪了 所以就找不到了 就跟这个纸盒子差不多 只不过是银色的 然后里面平身的设计呢 就还蛮简单的 就是这种普通的蹦口的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就很传统 然后平身的这种透明的玻璃的 它这个玻璃还蛮轻的 就跟这个Too Faced比起来的话 Too Faced这款真的超级重 这款粉底呢是一个Medium Coverage 中度遮瑕的一款粉底 然后呈现出来的妆效呢 是自然并且有光泽感的一个妆效 我觉得自然是真的还蛮自然 但是光泽感就还好吧 我觉得完全没有 Armani Neo Nude那款粉底 那么有光泽感 然后另外呢 它号称可以在两周之内 改善你的皮肤 然后它在介绍中呢 还提到说就是有10个人 参加的一个实验当中呢 在用了两周以后呢 70%的人他们的皮肤更光滑了 OK就是10个人的实验 也是有点太随意了吧 它这个养肤的功效 我觉得就可以后期再试一下 它目前在斯布兰的评价 也有4颗星过一点 我觉得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评价 而且很多色号都已经卖断货了 综合这些外部的因素的话 我觉得这款粉底就还蛮不错的 然后色号的话我这次选的是11号色 算是中调二白 我觉得其实上脸还是挺白 跟我的肤色还挺匹配的 就没有特别白或者是特别暗的情况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然后价格的话也挺亲民的 它是30毫升39刀 就一毫升的价格是1.3刀 这个价格还蛮亲民的 然后这款粉底液的质地呢 非常非常的水润 就是你在用之前肯定是要摇一下的 然后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流动性是有的 但是没有很强 然后涂抹的过程中非常的柔顺 但不是因为粉质细腻的那种柔顺 而是因为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水润 现在呢是粉底在我脸上持续了 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就目前来说的话我真的超级满意 这个粉底的神奇之处在于 就是刚上妆的时候虽然也自然 但是能感觉到就是脸上有那种粉的颗粒感 就感觉粉是浮在脸上的 可是补好粉底大概就过了半个小时 就瞬间感觉脸上的皮肤把粉底给吸收了 就粉底和皮肤融合的特别好 然后现在真的聚自然 尤其是我这边有妆前的这边 真的豪自然 如果说它在后续的持妆中不出妖蛾子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被列为我今年爱用的粉底液的前三名 接下来就进入素颜环节 不要因为素颜取关我好吗 给第一次来我频道朋友介绍一下 我素颜瘦的皮肤状态 我是属于混油瑕疵豆豆肌 T区的话比较容易出油 然后嘴巴这里又比较容易干 脸颊的话倒还好就没有过油或者过干的问题 主要的瑕疵问题呢 首先是有一些痘印 就额头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痘印 然后下巴这里的痘印比较明显 就是上个月大姨妈刚长完的痘痘 然后剩的一些痘印就还没有完全消下去 然后第二个主要的瑕疵问题就是 斑真的太让人头疼了 我小时候就是鼻子这里会长一些斑 但我觉得还OK 但是吧 我从去年开始 脸颊两边疯红的开始长 就一大块大块斑 我觉得好头疼 想等疫情过去以后赶紧去看看医生 就至少得去解决一下吧 要不然真的太难受了 然后就是这里的毛孔比较粗大 但这个是因为可能有时候经常熬夜呀 然后毛孔就有一点点的粗大 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那下面就来上分底吧 我刚刚其实都快化好妆了 但是我涂眼线的时候呢 又换了一支眼线笔 就真的是大灾难 所以就全部卸掉 重新来一遍 然后已经打开了这个smashbox的这个妆钱 它这个妆钱其实好早之前很多人都推荐过了 然后我也是种草蛮久的 但是因为我就是现在手里大大小小的一些妆钱还挺多的嘛 我就没有很快的去买它 这个妆钱就是完全是那种规感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妆钱 我觉得你如果说要拍照 然后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抹皮的效果就可以用 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要每天都用这种 就是规感很重的妆钱的话 我觉得对皮肤不是很好 看一下就是这边 肉眼可见的顺滑了一些 然后现在我就想等它这个妆钱干一干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它就是这种凝胶般的这种质地 然后推开了以后 就皮肤的毛孔就会被瞬间抚平 然后现在就开始上粉底 它这个粉底的流动性还可以吧 没有说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特别好推开 然后因为这个粉底呢 它的质地特别的水润嘛 所以我们就不用刷子了 我们就一边用手 不可以再三圈了 其实我平时不是很喜欢用手来上妆 因为一个是慢 另外一个是你很容易涂不匀 但这个粉底吧 它的这个质地啊 就像面霜一样 你都特别好涂开 再加上这个妆钱 我觉得用手涂好像会比化妆彩妆蛋 会比刷子以及美妆蛋要好一点 挺容易推开的 好了 用手涂完的效果感受一下 这个效果的话就我已经基本上 该叠加的都已经叠加完了 就像这里搬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已经叠加了两层 它的遮瑕大概能达到个五到六分 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的磨皮效果 这不是相机的美颜效果 真的是 粉底的磨皮效果 是不是超级好看 它真的是 我觉得它粉底本身均匀敷的效果就超级棒 再配上这个妆钱 就真的完全就是磨皮效果 跟这边脸对比一下 好让我们把这边脸也补齐 这边就顺利我妆钱就是完全看粉底自身的能力了 它这个粉底就真的超级水润 我觉得你在脸上涂的这个过程中 就会不小心把它给涂匀了 OK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一层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因为我这边就算是叠加了遮瑕嘛 然后这边我也稍微叠加一点点 这里的斑 行了 那现在呢就是两层的效果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粉感还是稍微有一丢丢的重的 但是等一会儿 它粉底就会跟皮肤慢慢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越来越自然 就是完全就像你的第二层皮肤 然后我在涂抹的过程中呢就是有一点粉底粘在我的手上嘛 现在手就特别黏 特别想把它洗掉 然后现在脸抹起来的话也是有点黏黏的 但是待会儿它就会变得稍微干一点 那现在呢我就去化个妆 希望这次不要再翻车了 一会儿见 现在呢就完成了妆容的其他部分 同时也是持妆有三个小时 就现在就越来越磨叽了 谈一下我对这款粉底的初印象 其实也不算是初印象 因为我已经用过 首先它特别神奇的是 虽然说我在刚涂粉底的时候 就涂了两层以后 感觉粉的那种粉质感有一点重 可是就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粉底完全被皮肤吸收了 尤其是这边有妆前的 我不知道是这个妆前的独特的功能 还是它跟任何妆前都可以 就这边真的是完全吸收到 肉眼根本看不到粉底 就你拿着镜子这样子去看 也是看不到粉底的颗粒感的 但这边的话就 还是有一点点粉底的颗粒感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额头的部分就超级干净 但是你看就有一些 小的那种小痘痘还是能看出来 就是看起来很干净 虽然有瑕疵 然后是左边脸 真的不是镜头的美颜效果 你看就整个皮肤变得超级细腻 然后这边的话就差一点 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地方 融合的没有很好 然后下巴 下巴也还行 是不是超级自然 我觉得这边就还没有那么那么 第二层皮肤的感觉 这边就是完全就是你的第二层皮肤 特别干净平整 就是那种美头胸口里面磨皮的效果 超好看 太好看了 我已经找不出什么形容词去夸它了 真的好看 然后它的遮起来的话 就大概能达到个 50%到60% 就这些大一点的瑕疵 其实没有办法完全遮住 然后妆效的话自然 超级自然 然后产品宣传的光泽感 我觉得就到还好 你现在肉眼可见的一些光泽 其实是我自己用高光或者是其他东西加的 就粉底本身的光泽感 就可能你涂粉底的那一瞬间是有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没了 这颜色我也挺满意的 就是感觉皮肤是亮的 可是不是那种很突兀的亮 就整个就很喜欢 希望它后期能保持 然后我们五个小时一八个小时的时候再见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吃妆 有五个多小时 我刚刚在看 虽然是精神病带没关系的16集 刚看了个头 天哪 我太开心了 但是要反馈 反馈完以后继续去看 就是忘了要说什么让我看一眼 首先整体的妆容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而且随着持妆时间增加 真的是越来越自然了 三个多小时的时候 只有这边是看起来超级自然 就是那种没有粉感的那种自然 然后这边的话 现在也慢慢的感觉皮肤把粉底都吸收掉了 然后遮起来的话是没有肉眼可见的减弱的 然后整体的颜色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出现氧化的情况 就整体的颜色还是比较的亮 没有发挥发暗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局部 看额头就还是很干净 然后脸颊以及脸颊亮边 就能看到脸上有一点点的油 但是摸起来的话是不会很腻的 然后下巴也是很干净 整体状态我到现在还是挺满意的 OK八个小时以后再见 我要去看剧了 好气 我现在有点事情必须要出个门 所以说我就是出门的时候戴口罩嘛 所以我就定一下妆 用这个Mac的这个定妆喷雾 这个定妆喷雾就是你得喷一下 然后再往脸上弄 要不然就是水柱冲在脸上 因为我觉得如果用散粉来定妆的话 可能就整个妆效就会改变 所以用喷雾稍微定一下 等我后来说估计也就八个小时了 然后再反馈 现在持妆大概有八个半小时过一点 妆在外面就是闷着口罩走两个多小时 然后有一点点脱妆 因为戴口罩 所以口罩的印子这里有一点点脱妆 然后其他口罩碰不到的地方就还行 就比如说像额头的位置 就妆保湿的还蛮完整的 然后脸颊以及脸颊两侧的话就 口罩蹭到的地方就掉了一点 不粉底然后戴口罩肯定会 就粉底最后会堆在一起 但这个粉底就还行 现在状况没有那么糟糕 取妆力的话如果仅以额头 以及下巴作为参考团 那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包括粉底的颜色也没有发挥 或者是变暗变红 这种情况都是没有的 另外它的遮瑕力的话 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减弱 综合来看的话 八小时的妆效在我这里算是过关的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款粉底 我今年可能尝试了有五六款新粉底的吧 这款是到目前为止我最推荐的 因为它的这个妆效真的太自然了 它的妆效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看上去是你的皮肤 可是呢比你本身的皮肤要更好看一些 适合的复制的话 首先我是混油是可以用的 然后另外这款粉底当中是含有玻尿酸和芦荟的 就有一定的保湿功效 所以干皮应该也能用吧 然后它的遮瑕力是一个medium coverage 虽然没办法都达到我所期待那种完全无瑕的妆效 但我觉得就大部分人的瑕疵还是能遮住的 我觉得像我这种就算是已经很严重的瑕疵了 自己用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 因为我现在就是接受我自己没有那么白 接受我自己有瑕疵 呈现出来妆效呢就是超级自然 光泽感的话我觉得就还好 没有那么有光泽感 如果你是冲着它的光泽感买的话 那就可能会让你失望 另外呢它的持妆力也可以过关 就现在九个小时了吧 也没有出现脱妆氧化暗沉这种情况 颜色上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适合的 就粉底会跟皮肤越来越融合 然后颜色也看起来越来越自然 就Ate Cosmetics他们家粉底的颜色 就还挺容易挑出适合亚洲人肤色的色号的 然后一整天下来就是皮肤的感受也是挺轻的 就没有负担感 就目前为止我会把它列入 我今年爱用粉底的前三枚当中 以上呢就是对于这支粉底的全部分享 总的来说是推荐的 是一款值得尝试的粉底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并且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 Two Faced 24 Hours 再见